台北登節開幕 上海參訪團也按照往例來台參加 也參觀了市政建設 跟以前不同的是 台北市長曾萬安是強調公開透明 每天晚上都會公布上海團 當天去的哪裡 博士外界批評 行程黑箱 一一走下遊覽車 中國上海訪團到北投溫泉博物館參觀 17號到20號四天三夜的行程 除了參加台北登節參訪市政建設 還會去動物園大巨蛋 不過有別於去年來訪 北市府決定公開透明 每晚都會公布訪團當天去了哪 上海團來這一次設登組 而且派團來也是過去非常多年的慣例 在每一天當天的晚上 就會將上海團一整天詳細的行程 對外公開 所以這完全是讓大家可以清楚了解 這哪有什麼黑箱 這完全是非常公開 所以不要每一次到這個時候 又再吵一次 講到火氣都來了 還強調是遵循中央要求 行程要低調 單純以安全為原則 而上海團來欣賞的花燈外型 還引發議論 蔣萬安除了親自去自拍打卡 還特別這樣形容 我覺得每一首 每個人標準不一樣 但就是對我來講就 掰水掰水啦 參展花燈超受關注 蔣萬安用台語化解花燈被說醜的說法 不過這歪水歪水 到底是歪還是水 我絕對不會用這句話來形容我太太 對不對 但是如果形容一種創作的話 我倒覺得他就有想像的空間 這樣講好像還有一點機制 這種風格美學應該是城市裡面 應該要多元包容跟尊重我 文化局長蔡詩平展現說話的藝術 幽默回應蔣萬安的說法 花燈美醜見仁見智 不妨到現場親自評價 各路好手的花燈 記者綜合報導